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细说美股频道 今天是2024年8月8日 星期四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在目前动荡的市场环境中 如何寻找止跌反弹机会的股票 让我们先看看美股今天收盘和市场目前的状况 美股周四大幅收高 标普500指数创2022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美国上周初勤失业救济人数大幅下降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 投资者继续关注经济数据 美股财报以及美联储的利率路径问题 道指涨683.04点 涨幅为1.76 报39446.49点 纳指涨464.22点 涨幅为2.87 报166660.02点 标普500指数涨119.81点 涨幅为800.30 报5倍319.31点 周四道指于标普500指数 均创一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周四经济数据面 即上周令人失望的就业报告之后 美国上周初勤失业金人数 创下近一年来的最大降幅 这有可能缓解一些人对劳动力市场降温过快的担忧 美国劳工部周四数据显示 在截至8月3号的一周里 初勤人数减少了1.7万人 至23.3万人 密西根州 密苏里州和德克萨斯州等近几州申请人数大幅增加的州申请人数减少 初勤人数的下降可能有助于让市场放心 劳动力只是恢复到疫情前的趋势 而不是迅速恶化 上周低于预期的非农报告导致了全球市场抛售 并引发了要求美联储在9月会议之前就开始降息的呼声 出庆数据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出现波动 原因是学校放暑假和汽车工厂充足 首次森林失业救济人数下降 可能有助于安抚投资者 使他们相信劳动力市场只是向新冠疫情前的趋势回归 而不是迅速恶化 直到上周非农就业报告公布之前 这还是市场的普遍共识 非农报告显示 美国雇主在7月大幅缩减招聘规模 失业率连续第4个月上升 并触发了一项关键的经济衰退指标 初请失业救济数据发布后 股指期货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 自上周五就业报告发布以来 美联储官员们已经表示 他们不会对一个月的数据过度反应 但也承认其双重职责的就业方面 目前受到更大关注 因为通胀率已经大幅下降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就业报告发布前曾表示 劳动力市场正在缓慢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本周前期美股出现大幅波动 周三美股高开低走 三大股指习数收跌 未能维持周二的反弹动力 这加剧了人们对导致周一美股重挫的因素 尚未消失的担忧 在过去五个交易日中 三大指数由四个交易日收跌 Gateway投资顾问公司投资策略师 Joseph Ferrara表示 最近市场的波动可能是今年剩余时间的行情预言 他称 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 地缘政治冲突和迫在眉睫的11月总统选举 可能会让投资者在未来几个月持续紧张 Ferrara说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 以及更多的已知和未知的因素 我认为投资者应该重新定位他们的投资组合 也许不一定是防御性的 好为从现在到年底之间的波动性上升做好准备 本周一美股市场暴跌 其最亏祸首之一是上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 该报告显示 就业增长放缓 失业率上升 使投资者担心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 本周多家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 美国家庭在经历长期通胀后 疫情时期的积蓄已经消耗殆尽 这为家庭支出的紧缩提供了最新证据 正面临巨大压力的消费者支出 不仅对企业业绩构成挑战 也对占美国经济三分之二比重的消费市场敲响警钟 摩根大通现在认为 今年年底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概率为35% 高于上月初的25% 高层集团也做出了类似的调整 现在认为 未来一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概率为25% 但很多投资者认为 数据仍然指向软着陆 巴黎 La Francaise资产管理公司策略师 François Rimet表示 我对美国经济并不太担忧 是的 失业是一个问题 但这并不严重 只是放缓 我认为这只是一次 像我们过去在下集经历的波动事件 今天 我就教大家五个简单的方法 帮助大家找到那些跌到底的股票 抓住机会 赚大钱 记住 投资就像冲浪 要在浪来之前就准备好 准备好你们的笔记本 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在波动中赚钱吧 首先 我们来看看低档带量收阳线 这种形态表示股价在低位时 成交量放大并收出阳线 表明有资金开始进场买入 是一个反弹信号 让我们看看人家密货币龙头股 Coin 从图我们可以看到 Coin截止到2024年8月8日 日线图 1.8月5日低档带量收大阳线 当天收在200MA附近 在此应有反弹 MACD在零轴之上死差 目前快慢线都在零轴之下 走势较弱 RSI有在低位形成向上金差的趋势 目前移动平均线都是向下的空头排列 自从8月5日以来 股价围绕200MA上下波动 4.结论 Coin在8月5日满足前面奖的第一种情况 表明当天有资金开始进场买入 是一个反弹信号 关注能否站稳200MA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低档收下影线 股价在低位收出较长的下影线 表示下方有较强的支撑力度 买盘开始增多 也可能出现反弹 这预示的想让股价涨的人在集结 反弹的号角就要吹响了 让我们看看另外一个个股 TTWO 从图我们可以看到 TTWO截止到2024年8月8日日线图 1.8月5号低档收下影线 但在此仅仅反弹一天 MAC在零轴之下死差 目前快慢线都在零轴之下 走势很弱 MAC是低档背离 RSI有在低位形成向上金差的趋势 所有移动平均线都是向下的空头排列 4. 结论TTWO在8月5号满足前面讲的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 表明有资金开始进场买入 是一个反弹信号 但仅仅是反弹而非翻转 第三个信号是指标低档背离 技术指标就像股票的心电图 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股票的健康状况 当股价不断创新低 但技术指标如MACD RSI等却不再创新低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股价下跌的力气越来越小了 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 刹车灯亮了就要停下来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反弹信号 所以当你看到一只股票出现指标低档背离 要保持乐观 这预示的黑暗就要过去 光明就要来了 让我们看看新能源车龙头股 特斯拉TSLA 从图我们可以看到 TSLA截止到2024年8月8号 日线图 以8月5号指标低档背离和低档带量 大阳线 在此应有反弹 MACD在零轴子上死他 目前快慢线都接近零轴子下 走势变弱 KDJ是低档背离 3.所有移动平均线都是向下的空投排列 4.结论 TSLA在8月5号满足前面讲的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 表明有资金开始进场买入 是一个反弹信号 但仅仅是反弹而非反转 8月5号的最低价应该是这波反弹的止损位 第四个信号是相对强势的股票 在大盘下跌时 有些股票却能逆时上涨 或者跌幅明显小于大盘 这些股票就像惊涛骇浪中的定海神针 非常抗跌 为什么这些股票这么强 因为它们背后有强大的支持 比如军工股 记住 投资就像选美 我们要选择那些在任何环境下都能脱颖而出的T 所以 当你发现市场一片惨淡 不要绝望 寻找那些相对强势的股票 它们会成为你投资组合中的顶梁柱 让我们看看军工板块龙头股 洛克希德马丁LMT 从图我们可以看到 LMT截止到2024年8月8号日线图 一 从2024年7月16日到8月5日 LMT和标普的走势完全相反 属于第四种股票形态相对强势 二 LMT属于军工股 由于受地缘政治影响 LMT逆势大涨 显示出其具有较强的抗跌能力 KDJ在50附近有行程金叉的趋势 是一种强势走法 MACD快慢线在行程金叉后仍在零轴之上 最后一个信号是守住半年线或年线 半年线和年线是重要的支撑位 就像股票的生命线 如果股价在这些位置获得支撑 没有跌破 说明想买的人很多 这就像一座坚固的城堡 挡住了敌人的进攻 记住投资就像打仗 我们要选择容易防守的地方 所以关注那些在半年线或年线附近获得支撑的股票 他们会给你安全感 让你在动荡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让我们看看晶片代工龙头股 台积电TSM 从图我们可以看到 TSM截止到2024年8月8日 日线图 一、8月5户指标低档贝离和低档带量收大阳线 同时收盘站稳年线600MA 在此应有反弹 MACD在零轴之上死差 目前快慢线都在零轴之下 走势较弱 KDJ是低档贝离 但金差向上 三、8月8日收盘站上所有均线 且均线都是拐头向上 表明TSM转强看涨 四、结论 TSM在8月5日满足前面讲的第一种 第三种和第五种情况 出现共振 表明有资金强力开始进场买入 是一个强力反弹信号 朋友们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五种寻找止跌反弹股票的方法 记住 投资需要耐心和技巧 更需要果断 当你发现一只股票符合以上几种形态时 不要犹豫 果断出手 当然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帮助你在动荡的市场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赚大钱 更多关于股票技术分析方法的具体细节和最新的例子 请加入我的Discord群查看 有关Discord群的链接已放在本视频下方 下期再见 记得关注再走